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肯是长 这里是尊敬的意思 少年的人没有辈分之分 毫不懂理解 那是什么 其实那是一种不仅仅是狂妄 他在人的人意理智性当中 他不是一个人的应该有的一个 在未来中成为一个君子的基本的品性 那凡是有这种行为的人 如果是家庭的原因 就是家庭的教育极端的自我 以我为中心 所以在我眼睛里就没有一个 市长尊敬长辈的概念 在这点上跟西方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跟西方 现在的西方呢 在我只是向美国加纳 他是非常强调个体的 所以他问父亲很多都直呼其名 直呼其名 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有问题的 其实在西方的 在欧洲的一些传统家庭中 在我眼睛里也不是这样 意大利人你可以看看 我觉得意大利人他同样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同样是跟中国的传统的概念 有着有着类似的传统理念的 就是对长辈 对长辈的那一份尊重 基本的礼节 其实我以为是有这个问题 那愚笨的人呢 他不能够亲贤人 贤贵的贤 贤者的贤 贤人之言什么来着 明 那因为他的愚笨 其实里面包括了天性 既包括了天性 又包括 他的层面包括的会比较多 那有些人天生就是愚笨的 而这一份 他现在讲的这一份愚笨呢 我以为跟类似家教 跟他的环境相关 他有眼不识泰山 他并不认为贤人之语 贤人之名言 贤人之劝告 是值得他一听的 因为他理解不了贤人之名言 我以为是这个问题 他的环境的一切 受困于他 所以愚人也好 或者是年少的 年少无知呢 其实是跟家庭有关 而愚人的概念呢 涵盖面就有着他的 生命背书下的这种 轮回转世中的报应 也有着他家族环境中的教育 所以这个事情就比较 他的来处就比较 比较全 就比较多面 但是这种事情出现在这个人身上 乃是不想之兆 这种事情出现在这个人身上 是不想之兆 年少 不能市长 那他在任何社会环境中 会不顾及任何其他人 连长辈都不顾及 他还顾及谁呢 他不顾及任何人 他只顾及他自己 在朋友里 在环境中 会遭到人唾弃的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肩肩到那份上 对不对 开车我算了135公里 坏了135公里 我们现在有两个人 一个人除67.5公里 还出点 我算不出 这汽车上没有米 只有公里数 或者只有mile 我到底 你还不得急疯了他 旁边的朋友看见之后 完了 你记住 这个人绝对不能教 一个年少 不尊重师长的人 在当他长大之后 他一定这么做 我不是说一定算这数了 他的鸡贼 他的环绕的氛围是这样 所以这人 就像我说的 人完了 全都完了 人要坏 全都坏了 而一个愚笨的人 他却听不懂 听不懂 闲人之名言 认为跟自己没关系 我不敢把自己比作闲人 就像 有些人 得不得 得不多 你说点正事 我这个人就是得不的 就是这么得不 对不对 我这么得不 才最后说点那点正事 那点正事 我跟大家分享的 那点正事的基础 都是我得不的生命的表现 你都不懂 但你觉得你老牛掰了 好 所以 即使有人去讲明白的话 你要跟对方能讲清楚 今天这年代都不容易 没人信你了 没人去 大多数人就听个乐就完了 对不对 乃莫大之不祥 如果在一个大的环境中 这是崩溃的 对个人是不祥的 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就是说的 意识形态也好 这一套 整个的社会价值观 类似的话 那这个社会就崩溃了 好 但是呢 我以为也正常 就像我们常说的 那不叫度人 叫度鬼 这是在上千年前 留下的文化 就这么说的 几百年前留下的文化 也这么说 现在是鬼 不是人 那你如果是鬼的话 这个愚笨的概念 他有着丧失了生命 认识的 今天的普世价值观 在丛林法则中 他当然不能接受 人的 正常人的描述 所以他在维路叶化 在这样的描绘中 有着相当现实的含义 他现实的含义就是 维路叶化再怎么说 他站在一个 人之尊贵 天地人 人之尊贵的基础上 讲出了他的 治理名言 而今天的人 他的基础是 丧失了人本有的尊严 只剩下贪婪时 在这种对比之下 他当然有借鉴之意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